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已经学完了我们的DML操作 主要是对数据的一个增伤感 那从这节课开始呢,我们来学习一下我们的DQL操作 也就是对于查询数据的一个操作 那这个呢,也是最重要的,而且呢,也是内容比较多的 不论以后你是否从事数据库的相关工作 就拿我们PRP程序员为例,你还是要写这样一些色口语句 所以说,一定要把查询语句学好 那接着来看一下,我们的DQL中我们主要学习哪些内容 在这儿呢,已经给大家画好了 这是我们查询数据中需要学习的这些 主要是就是我们的select语句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呢,查询数据,我们先从单表查询来说 从一个表中来查询出我们的所有记录 来查询出我们想要的记录 那之前呢,最简单的,我们写过select 新号from一个表中 来查询一个表中的所有记录 那其实呢,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查询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select语句它的一个完整形式 对于单表查询呢,首先在这儿select 关键字 接着呢,你可以查询你想要的字段或者是信号 from一个表 接着呢,这样写的情况下 是把表中所有记录都查询出来了 但是呢,更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上一些条件 查询出满足你条件的记录 可以通过where来加上你的条件 那查询出条件之后呢 同样的,我们可以对查询的结果进行分组 通过group band实现你的分组查询 那接着呢,我们还可以通过highway语句 对分组结果进行二次筛选 筛选出之后,又产生了一个你的结果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order band对结果进行排序 排序之后 最后我们还可以通过limit语句 来限制我们的显示条数 这是我们一个单表查询 select语句的一个完整形式 那接着呢,我们一部分一部分来看 首先看最简单的 那接着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查询表达式 查询表达式之前我们写过什么呢 写过信号 那信号呢,也代表所有字段 在这呢,为了做查询呢 我给大家已经准备好了一些数据 这个数据呢,之后我也会发给大家 我们就不在课上一点一点来写表 来写数据了 在这你先看一下 这也是我们第一个项目 会用到的一些内容 可能之后呢,会改变 在这首先我先创建了一个 CMS的数据库 什么是CMS呢 内容管理系统 那接着创建完之后打开 在这个数据库下我建了这样一些表 包括写了一些数据 那首先看一下有什么表呢 有我们的管理员表 因为你想管理你的网站 肯定有管理员表 管理员表中比较简单的几个字段 ID,编号,用户名,密码,邮箱 以及管理员的角色 那这个角色这儿呢 我们用的比较简单 就两个角色 接着又插入了一些数据 那管理员表有了之后呢 我们又建了一个分类表 分类表中也是比较简单 分类的名字 分类的描述 接着你看到 这是插入的一些数据 有哪些分类 有了分类之后 你就可以在相应分类下 来发布你的新闻了 那接着我又创建了一个新闻表 像有新闻的标题,内容,点击量,发布时间 在这儿呢 还有CID和AID 后面呢 也给你写上注释了 CID是对应着 你要把这条新闻 发布到哪个分类下 因为你的分类呢 都在你的分类表中 所以说这个CID 对应分类表中的ID 那接着这条新闻呢 你应该知道 是哪个管理员发布的 所以说在这儿呢 还有一个AID 对应着我们管理员表中的ID 这个呢 以后我们在学多表查询的时候 就会用到这些数据 接着再往下 还创建了一个省份表 省份表中也比较简单 就两个字段 编号和省份的名字 我就插入了几个简单的省份 接着还有用户表 用户表呢 我们经常写向 用户名 密码 邮箱 注册时间 头像 接着还有一个用户所属的省份 那正好省对应着你省份表中的ID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这个呢 一会儿我们把它创建成功之后 就可以来完成我们的查询操作 Ctrl A Ctrl C一下 我们把它张过来 好 都已经成功了 首先先查看一下 show databases 你看到 有CMS数据库了 接着打开一下 use一下CMS show tables 查看一下当前数据库下已有的表 一共五张表 那每个表中的数据也有了 select信号 from CMS的ademy 简单看一个 你看到所有的内容 我们也查询出来了 那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查询语句 信号呢 代表着你的所有字段 我们回过来看 信号表示我们的所有列 接着呢 你也可以写什么形式呢 你可以使用表明点信号的形式 来告诉我 是一个哪个表中的所有字段 同样的你可以这么来写 查询 select 你可以写信号 from一个表明 CMS的admin 接着呢 你也可以这么写 select 写成一个 CMS admin 现在对于单表查询呢 你写不写这个表明 其实无所谓 等以后再多表查询的时候呢 你就需要知道 我要查询哪个表中的字段 因为有可能你看 CMS的admin中有ID 我们的用户表中也有ID 那这个ID到底是来自于哪张表的 这时候 你就可以用字段 表明点字段名的形式 来告诉我一下 字段是来自于哪张表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现在呢 你写它和不写它效果是一样的 但一般呢 我们这个信号 在真正开发中 我们很少使用 除非你说我就要查一个表中的所有字段 那这时候呢 你就用信号就比较好用了 就不用把所有字段都写出来了 但是呢 有的时候我只想查一下 我们管理员中的名字 那这时候如果你写信号的话 它会把其他字段的值也查询出来 那这样的效率就很低 那所以说我们可以使用第二种形式 使用哪种形式呢 就使用把你想查的列放到这 但是呢 至少要有一列 多个列之间呢 我们可以以逗号来分割 那接着你来看 就拿我们刚才为例 我只想查询管理员表中的名字 查询管理员的编号和名称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把你要查的内容列到这 ID逗号 username from 来自于哪张表呢 cms的admin 那现在你看到 当你执行这样一条色口语句的时候 它只会把你想要的内容查出来 而其他的一张密码呀 邮箱呀 角色呀 我不想要 那不想要的话 你就可以不用写 这是针对于你想查询某些字段值的时候 你可以把想查的字段列到这 当然 显示的时候 也会按照你列字段的顺序来显示 ID username 那接着再往下 你看我们再查一个 select一下 username id row from 一个cms的admin 多个字段之间以逗号来分割 你看到 同样的 显示顺序 就是按照你写的字段的顺序来显示 这样的一个形式 但是至少要有一列 那接着呢 我们还可以干嘛呢 也可以告诉一下 select 这个表 是来自于哪张数据库的 有可能我们这个cms库下有cms cms的admin 那假如说我的mess学院的这个数据库下 也有这个表 所以说当你不打开数据库的情况下 你可以使用库名 点表明的形式 db name tablename的形式 你可以这么来写 select user id username ro from一个cms的 cms s.cms 点上一个cms的admin 这样可以 你看到 可以 那接着我想查询一下 mess学院下的有一个user表中的数据 那这时候你说你写上一个select信号 或者写上一个select id user name from一个user 你看到报错了 table cms 点user下没有这个表 那真正的这个表是在哪呢 在我们的mess数据库下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使用库名点表明的形式 from一个mess 点user 是个空表 那user1 你看到 有两条记录 库名 点表明 这是可以的 告诉一下这个表 来自于哪张数据库 那接着我们还可以写什么形式呢 还可以 使用刚才我们的表明点字断名的形式 这个呢 我们已经试过了 表明点字断名 你可以这么来写 select一下 写个注释 字断 来自于哪张表 select cms的admin 点是一个id cms的admin 点是一个user name from cms 点是一个cms的admin 库名点表明 表明点字断名的形式 好 cms username 我们查看一下表结构 cms的admin username 没问题 cms的admin 这个表明写错了 admin 再来看 好 同样的也查询出来了 告诉一下这个id是来自于这个表的 那现在你发现这个表明点字断名没问题 但是我发现这个每一个这个表明太长了 接着写的时候很麻烦 如果能写成一个缩写的形式就简单了 那这时候呢我就可以给表明起一个别名 包括给字断名也可以起别名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起别名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使用is 接着is也可以省略掉 也可以不写 但是呢不建议大家省略这个is 为什么呢 一会我也给大家做一个演示你就明白了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 我就可以这么来写 查询 给表明起别名 可以这么来select一下 写成一个id username from一个cms的admin i字一个a 一般呢我们起的别名都是表明的缩写 最多不要超过两个字母 因为写缩写起别名的好处呢 就是缩写 精简我们写的这个长度 所以说一般呢是写表明的一个首字母 或者两个字母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接着你来看 同样的起别名和不起别名效果一样 当然你这个is省略掉也可以 省略掉效果是一样 你看到 查询的结果一样的 那接着有了这个别名之后 我们就可以好用了 再用表明点别名的 点字段名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这么来写了 select写成一个a.id a.username a.email a.row 就把你的这个表明 又a代替了 那from一个cms的ademy 既然你用到了这个别名的形式 是不是一定要给这个表起一个别名啊 as一个a 这时候你再看 查询的结果是一样的 你看到查询结果 查询到了你想要的这些数据 当然你发现 当有很多字段的时候 都需要用表明点字段名的形式 这时候给表起一个别名 就很好用了 那接着再往下 可以给表起别名 同样的也可以给字段起别名 给字段起别名 效果是一样的 给字段起别名 怎么起呢 来看一下 我就select一下 写成一个a.id 或者说我们先来 就只写id is一个编号 这是我起的一个别名 其实呢 他俩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人 有大名 有小名 都是指的是他 指显示的时候 当你给字段起别名了 那显示的时候 就不显示原来的 这个id了 而显示 你给我起的这个别名 逗号 username as一个 写成一个用户名 逗号 写成一个email as一个邮箱 逗号 再来一个 row as一个角色 当然你说我省略这个s 可以吗 可以 但是尽量不要省略 from cms admin 这时候你再看 当你起完别名之后 显示的时候 不显示原来的id username了 换了一个名字 显示它的 昵称 或者小名了 但是查询的数据 是一样的效果 当然你看到 这是给字段起别名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结合起来 用表名点字段名 接着给表和字段都起别名 你可以这么写 select一个a.id is一个 我就写成一个ide 不一定非得写中文的 只是说给大家演示一下 再写username a.username as u 或者写成一个s i 接着再写 a.email se a.ro as 把它搭写 as a from一个cms的admin is一个a 这时候你再看 表名字段名 我们都起了别名 显示效果 就按照你起的别名的形式 来显示 但是呢 尽量的起的别名 也不要比你的字段名还长 那就不太合适了 那接着你看到 这是给字段起别名 为什么说 不让你省略这个is呢 那接着你来看 假如说我们查询一下select 或者查询一下表结构 dse一下cms的user id username poid 好 那我们就拿这个表为例 首先查询一下表中所有记录 cms的user 一共有11条 那现在我想查什么呢 我想查编号 我想查poid 我想查用户名 那这时候 如果你要起别名的时候 你要省略了 这个is 你来看这个语句 select一个 id proid proid username from cms的user 当我看这样一个语句的时候 第一眼 我认为它是一个错 但是你仔细来看 会发现 其实这是一个别名 把id 别名称proid 把proid 别名称id 但是这样看这个语句呢 可读性就比较差了 所以说记录查语出来了 但是可读性比较差 所以说尽量的不要省略这个is 多写这个is 不算太麻烦 那这样就一目了然了 我故意的把这个id 别名称proid 所以说大家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这是我们基本的查语形式 把我们的表达式 可以用字段列到这 同样的你也可以写 像select 1 2 3 4 5 接着 id username from 我们的 cms的user 这样的形式也可以 这是你列的这些表达式 你看到 12345 接着id username 这样的一个形式也可以 这一点需要注意 好 那这节课最 讲了一下最简单的一个形式 就是我们查语表达式 可以把信号替换掉 而放上你想要的内容 包括我们如何给表和字段来起别名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一块练习一下 不难 之后呢 我们再一个一个来说 我们select剩下的这些形式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